潺潺流水声却成了附近居民的梦魇 花莲县政府近期在吉安溪进行生态富裕工程 利用碟水工法设置了多处高低差 营造成自然溪流 却引来了附近住户抱怨说 24小时的流水声实在是太吵了 夜晚更是难以入眠 潺潺溪水流进河道 本该清幽的河流到了石头高低差处 却产生扰人噪音 这里是花莲的吉安溪 近期县政府为了改善洗水环境 富裕生态 利用碟水工法在河道中 放置大小不一的石头 形成高低差营造自然溪流 不过24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声 也引发民众怒火直呼扰人亲梦 就是他们做那个碟水工法以后 一层一层这样子好几层 让我们真的是24小时 吼吼吼吼的一直叫 有好几位老人家跟我讲 他们有失眠 晚上都要吃完没药了 听到这个声音更没办法睡觉 虽然碟水工法能够降低流速 兼换水流逃空河床 但县府维护生态美意 却反倒成为居民梦魇 多位明代实地会刊后 也向县府提出建议 如果说是因为 有声音去影响到睡眠的话 我想也许可以做局部的调整 但是不会去做 整个工法的更改 建设处表示 施工过程都有经过生态检核 目前也将碟水工法 以往人烟稀少的河段失作 期望平息居民怒火 同时还能兼顾生态 建成经验花联报道